Hello,大家好,又到了MKC时间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建构连锁门市中阶主管管理职能教育训练体系 台湾产业形态已经随着迈向已开发国家来逐步做调整改变 而现行的服务业产职业已要升所有产业之手 对通路来说扩张是必要的课题 但是当事业版图越展越大的同时 对人才的渴求也会越高 门市的中阶主管是决定一个点 经营成败的关键 门市中阶主管一般都是由基层人员逐步的晋升上来 而随着公司展店的速度以及个人表现来决定升迁的速度 一般表现优异所拔拙的干部 大部分都是个人绩效表现优异的对象 因此在专业知识以及销售技巧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人员管理以及电务管理上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落差 因此我们要如何训练他们 让他们能够充分的发展所长 有效领导门市同仁突破业绩困境 挑战业绩创新高 并且由点线到面来做连锁站立的整合 全面提升经营绩效 将也是一个格外重要的课题 而现在我们就要教导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建构门市中 中阶主管管理职能的教育训练体系 而他的相关步骤我们会列举说明如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 干部呢他能够理解一个企业的文化太阳 并且要把他和展店的店他的特性能够融合 尤其是在境外而且熟悉一些文化共识的运作手法 例如像共识营团队合作促进活动等等 都能够让组织文化注入新的营业点 第二个是订定公司的发展策略以及目标 我们在培养干部能降的时候 企业领导人他必须要和主管先将公司的经营理念 使命以及愿景来做重新的厘清 那定义清楚并且加以阐述 要让干部能够把抽象的理念 转化成经营相关指标 并且能够让同人了解以及认同 第三个是门市中阶主管关键管理职能 我们可以透过企业发展需求 以及内部能力调查交叉确认 鉴定出主管是否具备相对应的能力 一般也会把高阶主管的看法以及意见 加进来以做中和的评量 定义出现行中最重要的关键管理职能 并且挑选出其中三到五项来作为培养的重点 例如像领导统预 接受挑战 问题解决 沟通表达 创新作为等等 都是常见的重要职能项目 而第四是要了解现有主管的管理职能水准 一般我们会透过问卷 个别访谈 或者是会谈的方式来做调查了解 那对象除了门市主管的自我认知之外 也会纳入高阶主管的意见 来作为整合评量 能够比较客观且中肯 而第五是要拟定训练计划 我们要依据调查后的管理职能的重要度 以及现行表现水准 来列出门市主管认为重要 而且自我能力比较不足的部分 来拟定训练执行计划 那如果说内部没有适合的讲师 也可以借用外部的讲师 这样子也可以带来新的思维以及想法 更能够引发同人之间新的刺激 来达到超乎预期的效果 而第六是执行教育训练 我们依训练计划来找寻适合的讲师 以及课程内容 确定之后就可以安排 以及执行训练课程 因门是人员工作性质的关系 所以不适合做静态听讲的课程安排 所以我们的内容要尽可能的多元 能够除了讲师上课之外 在穿插团体的活动 或者是案例讨论 比较可以引发学员的兴趣 来增加学习的成效 那在后续呢 也可以协助学员 他们思索如何能够实际应用 以及发挥在现行的工作上 以便能够表现出更好的工作绩效 因此门市中阶主管的训练以及养成 是攸关企业的成败关键 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培养 也应该要跟拓展的SOP一样 成为一个相对应的体系 为连锁门市发展来打下稳固的基础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的MKC新闻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